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 探渡一些香港发生的事件 或者一些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这个节目 目的是希望为香港真是尋找一条出路 真真正正能够解决到问题 就不是只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评一番 发泄一轮就算了 我们希望是能够深入一些 了解问题的根源 和问题的罗笼去物 从而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案 时不时我们都会 我们看到一些好的资料 好的书 好的电影 我们都会介绍给大家 希望在里面 我们找到一些启示 学到一些东西 可以应用在香港 帮助我们了解香港问题 最后我们就说 我们作为一个香港人 最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如果我们是个当事人 我们会怎么做呢 希望网上的听众 能够和我们打电话一起谈 我们的电话是2385-4492 2385-4492 当然也可以用ICQ 把信息给我们 ICQ是308-084-705 308-084-705 好了 今晚跟我一起探讨一些问题的 有金炎先生和马国辉 我们还请了一位嘉宾 梁宝华 我们今天就会继续讲一下 我们近来所讲的 其实很多外面传媒 都不断报导了 就是地球的暖化危机 其实呢 到底有些什么解决方案呢 大家都听到 有不同的报告 危机就 即是几时来 现在都不会说来不来 已经是科学的事实了 问题是几时来呢 当然有些说 一百年之后 有些说五十年之后 也有些报告说 十年 譬如我们在BBC 在明珠台 现在最近每星期一 晚上八点半到九点半 已经做了三七的了 都说时间就很快 还有在英国首席经济顾问 Mr.Stern的报告 七八月的报告 他们都认为是大概十年左右 就会影响经济 导致全世界的经济大萧跳 好像在最近Civic Exchange 他们有个飞厅 是否陆宫卫那里有些什么 今天在生果报 有一篇报导 就是说他们出了一个报告 是 就是说 就是说珠三角 就是这个全球暖化 就是在大约二十年内 他说二十年 他说二十年 他会被淹浸 还有呢 因为全球暖化 会令到海水温度升高 那些风暴会厉害 就是会 威力会大很多 如果打风 或者一些 惡劣的天气 他会 那些水位会暴障 由六尺到二十五尺 是 四至六米 是的 那 就 在二十年内 平均的上升 就会三十厘米 即大约 一尺 一米三尺 一尺 一尺 如果尺尺来说 就好像不是那么可怕 香港 香港的海岸线都有成 都不是的 原来珠江三角洲 它会没有很低弯 它会没有了很多地方 就是 它是整个珠三角洲研究的 就是小小小 小小 那三尺 尺多 的水位会变成这样 是的 但是它就上升 但是未计 如果那些 恶劣天气 或者暴雨 那些 就会很厉害 有六尺 有六尺 珠江沙 就是那些咸潮 就是海水渡灌 渡灌 是的 涌回来 都会影响多大 是的 澳门那里要派水 就是它的水涵度高了 澳门的水涵 就不能喝 要派蒸馏水 其实你看一下 在不同的报告 其实在那个数字 是有少少出入的 我觉得如果你说升一尺 三尺 就是 香港会浸不到 但是始终 马国辉也提出过 其实水位升少少 那些市渠就不能用了 因为市渠要向下流 如果你的水位升高了之下 其实就失去那些市渠 那其实都很大事 不需要浸了我们的地铁 不用浸了我们的基铁 不用浸了香港的 那些团海那些土地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 比如在 那个国家地理 雜誌 在2004年 9月份 有一份 有一个专题 其实都说了很多 那它也有不同的 的说法 那它说 如果照计的一般的预测 例如在过去升的水位 来看 那它最差的情况 都是大概升三尺 那三尺 其实不是一个大不了 但是在同样的 有篇文章说 它说 如果在南极 西南极 有一块冰块 如果真的溶解 那时候 那它说 它是有足够 然后呢 江海水的水位 是增加二十尺 那这个就是可怕的 即是突然跌下来 是的 那 有时候我看看 譬如 BBC BBC 它们说 它们的预测 水位 会升七个m 到二十四个m 那很厉害的 那三七二十一 那二十几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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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也有很多的报告 就说 最差的情况 可能升到三尺左右 那三尺 对香港的城市 就不是一个大威胁 但当然 好像孟加拉的地方 浸的了 孟加拉原来 平得很厉害的 那在那个 那个 明珠的 BBC 那个 Documentary 它也都说 在West Bangal 即是印度 那个西边那里 那里 在几尔卡塔附近 有些村落 就已经浸到 那些村民 就要 要逃难去几尔卡塔 几尔卡塔 人口已经是 多到 多到大埔 那它也都看到 它说 它那些居民似出来 其实 海岸线 是浸了大概 7公里 7公里 那就是说 有些地方 低华的地方 其实不是很受得 水位高一点都不行的了 那香港当然 香港的海滩就没有了 但始终 总之你不要浸到 一个大城市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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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 那 有时我们看 到底信哪个呢 信哪个呢 信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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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公里的数据呢 还是信哪个 最差的都是3尺 有时我们可以看一下 相信大家小时候 我们家的雪櫃 都是要自己 要让它溶雪的嘛 它不是自动溶雪的嘛 那就是溶雪 我们个个都是的 有什么经验呢 初初那时候呢 我们关掉电池之后呢 那它的雪 就是慢慢滴滴滴滴滴滴 那我们通常 那底盘 就融了之后 就小心翼翼 就把它倒走的 有时候呢 太满就不好了 就拿一个干部去濕它 是吧 但你有没有记得呢 初初融是慢慢的 但是最后的那些雪是怎么用的 成够成够掉下来的嘛 是不是 我们记得拿一把 画它下来的嘛 成够成够掉下来的嘛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们 虽然我们过去 有很多资料呢 是根据过去那个 那个溶水那个量 它好像慢慢慢慢来的 那但是呢 其实呢 如果那些雪是溶到最后呢 是成够成够的掉下来的时候呢 那么那个 那个水平线的上升呢 可能会很厉害的 但是都是真的会有 譬如有成 7个meter 那20尺 那20尺就立刻在香港玩的了 没有的了 没有的了 问题是我们 准不准觉到 预计它几时会跌下来的呢 那 那 它照回它 譬如那个 《国家地理频道》 那个杂志都说了 它说呢 如果南极那块 是跌了下来呢 那就起码升20尺 那20尺就完完 那就是几时呢 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那这个怎么可以预测呢 好了 有个情况 有个情况 我看回这些数据 到底哪个是对的呢 是不是都升了多少尺呢 其实很简单 如果我们家里有个地球仔 地球仪呢 那你看一下 Greenland那里大概多大 北极大概多大 南极大概多大 那你想想 那地球的海 大概是那里的 可能十分之一 佔十分之一 那如果我们知道 它是大概三百尺高的冰 那你三百尺高的冰 十分之一的海 那扔下去呢 那算是随十 是不是 那三百尺的里面随十 那有成三十尺 就是如果这样融 你这样可以看到的 就是 是挺真的 是吧 用你的普通的常理 去看这个地球 来看看那个 那个冰的大小 那我们海洋到底 有多大的面积 是吧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融晒是真的 那么可怕的 那我也都看到 有一个 其实上面 现在很多网站 都有这个资料的 那它浸的时候呢 我看到呢 香港没有了 南中国都没有了 我也很奇怪 南中国我以为呢 就是广西散得高 其实都没有了 日本就没有了 完全看不到 台湾日本 全部没有了 那 安全一点的地方呢 就譬如加拿大多好 就是多伦多还好 多伦多震不到 都在中间的 如果大家去多伦多玩过呢 南加水那个 那个瀑布是很高的 那我们在上游的 那就是多伦多呢 是暂时我看到 一个大城市 是不会受影响的 温哥华就一定没有了 温哥华是海岸的 薄不声就没有了 那虽然 那个Rocky Mountain 在西岸的 那之后呢 那大部分大城市 是海旁的嘛 不是在那个山那里起的嘛 那所以说呢 就算一站这样 船的温哥华那些人 要撤去去上山 山上面什么切切都没有 其实都是很大事的 那其实是 有些大城市呢 是捱得到的 我看了那个澳洲地图呢 澳洲地图 就是海岸缩少少 那一个大石 澳洲一个中间 一个大石在那里 那但澳洲是没有水的 水一点都不够 今时今日都是有水的问题的 那但当然呢 到时可能用那个reverse osmosis 大量去做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 很多国家 譬如非洲 三分之是非洲内陆的 水都会滲到进去的 其实剩下的陆地 是不是很多的 好了 那如果我们真的面对 这个情况 那我们真是大灾难 可能结束亿亿人 会做难民 或者已经浸死了 好了 那如果 就是 当然没有人希望是这样 发生的 没有人希望香港会 浸到完蛋 那但是如果我们是 就是 怎么去解决呢 当然预防是最好的 但是也有很多资料看到 他说呢 我们现在所采取的 预防的方法 是根本不足够的 就是最多把它拖延 几个月 我曾经在 有份报纸看过 有些人在blog那里说出来的 他说你讲这么多用 用这么多亿去搞 结果呢 只不过将这个灾难 是退延几个月 其实都会发生的 那就是 好了 那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呢 是不是我们是一个 作一个灾难性的准备呢 或是呢 是希望呢 是做一些东西呢 就是预防它继续恶化 或者我们预防 做一些东西 是预防得及时的话呢 是可以阻止它呢 那我们在 周秀祥的新肌健康 这个月刊里面呢 今次呢 都讲过很多这方面的 大家都很了解 周秀祥的一向 在这方面的立场 那他都觉得呢 其实呢 最终最终呢 就是要我们那个 就是那个生活 那个方式 那因为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我们常常在外面呢 很多国际性的那些 所谓的环保的那些 那些submit meeting 其实背后呢 其实呢 是很多大财团在那里 控制了的 你知不知 在那个Rio de Janeiro 那次呢 背后 开这个高峰会议呢 是Rosha 啊 Rockefella 那些人的 其实他们是 推动这些 所谓的绿色的活动呢 其实最终最终呢 他的目的呢 其实不是真的环保 最终最终呢 他就说呢 怎样可以做绿色的生意 同时呢 就可以呢 是令经济更加好 亦都可以做到环保 所以呢 很多这些这样的 表面那些绿色的 所谓的大机构支持的绿色呢 其实最终最终呢 他们所做的事呢 是不是我们 心目中以为的 这样一样东西的 还有可能给你一个错觉 让你觉得 做了事了 那就继续 回我们 这个生活的模式 是的 所以 就是我们看到了 就是 我觉得呢 就是 叫地球人自己去改 我觉得就 是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 只要叫印度 或者叫中国 那十几亿人 叫他慢下来 不要像美国佬那样 印度有十亿 加上二十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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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人说 不要像美国那样呢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 就是 除非真的水浸到眼尾了 那我才有机会成功 我觉得前几年 前三年左右 廣州 就是 的汽车增长 每一个月三千部 那我看到 近期呢 是去到每一个月 好像都差不多六千部 每一个月六千部的汽车落地 还有大陆每年都买很多飞机 增加很多飞机 是 所以 对于石油的需求 就是 我的胃口 就是大到 排第一 就是 取代了日本排第一 所以 周围要去买 买这些 就是 这些能源 就是 所谓大家追求一个物质的 所谓高水平物质的生活 其实 我们 地球的问题 其实就是 这些活动导致 我所知 也有些国家在做事 例如巴西 现在积极推动 是用酒精代替汽油 会减轻二氧化碳的排放 其实它将食物 例如 Coin 那些食物 转化了 就转化了做酒精 但其实这个问题 都是 就是 我们要做一些 減轻的问题 就不能解决 是的 好像 这个星期 这个星期一 那个节目 他们都 讲一个年轻人 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 他就到处去 就是你讲BBC BBC 那个明珠台 8点半星期一 下次还继续做 不是 今个星期一 是 说什么 末日在旺 是的 末日在旺 末日在旺 好了 大家接受 末日来 那我们怎样 可不可以改 他们也提出一点 比如他访问到英国 英国 爱尔兰的地方 很多风车 整个国家都是 嘣嘣声 那麽大的 原来 这些这样的风车 是很影响那些收音机 他接着访问到 那些美国家庭 你听下 我收音机都听不到 那些发电用的风车 是的 发电机 电池的波干 所以很多人不喜欢 这个方案 很多人在抵抗 讨论 那些发电用的风车 是否真的有价值呢 可能你的相机听不到 电视听不到 看不到什么 很多人都认为 这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当然 他们也探讨太阳能那方面 但是最终最终呢 他们就访问了 勒洛 勒洛就是提出 那个地球 一个新物体的 街 他出了一本 这个书 那他当然是一个很 环保的先锋 那又跟他谈 那那个勒洛就说 他说 如果我们真的 及时做得到 金钱都没有用 全部将我们的 目前那些 那些 那些 能源那个方法 用那个 太阳能 或者用那个 其他的风力發展 他说呢 只是够 够20%的用 那其实他说 就算我们去做 全面去做 不要怀疑 那么多人 就不想继续下去 那如果我们就算 全面去做 只能够 供应到百分之二十 那其实不够 那好了 那記者追問他怎樣呢? 他還有什麼其他方法呢? 可以用一些不會發出所謂碳氣的燃料呢? 他竟然說出核能 核子雖然核能有問題 但起碼核能就不會放這些燃料 即是兩害傷痕取其輕 他認為是這樣 我們都很詫異 怎麼會認為 核子雖然核能有一個新的發展 星期三 我看到經濟日報有一個新聞 現在有很多國家合資 大約一千億港幣 準備在法國 起一個叫核聚變的反應堆 大概幾年後就開始試試運作 核聚變的好處是 不會產生一些有害的輻射物質 但難度是很高的 因為核聚變類似太陽 即是燃燒的狀態 要求中心的溫度是很高的 最終差不多一億度 要用一些很高的技術去做 難度是很高的 但起碼在科技上 是否已經做過 Fusion 其實探討了很多年 現在他們就達成了一協議 就籌一筆錢 在法國試試起一座 但有個危險 如果控制不到 它可以溶到地心 然後由另一邊溶出來都可以 這可能是另一個科技的趨勢 大家袁醫生 聽了剛才這十多二十分鐘 這件事又不行 那件事又不通 這件事又頭痕 那怎麼辦呢 那是否要回復 回到暴落時代呢 都有人提過 不過我想我們這個 進化到這樣 看法都 回不了轉頭 很難 除非被迫 如果一般人想起 部落的生活的形式 那麼多現代的方便 都沒有了 我覺得大部分人 都不會走這條路 除非沒有了選擇 災難 所有發電廠全部都崩潰了 我們水的來源 可能都沒有了 那就是要掘井 要在那個 河流那裏去拿水 那就是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會 都是不會 所以我說 根本要他自動做 是不會做得到的 所以我就是 聽了這麼多數據 這樣 就是會不會 我們 一般人都會有個 僥倖心態去選 都是不行的 那 有些人說一百年 因為幾十年 算 我們兩雅一身 那時候都不關我們事 就是 說實在座 我們幾個這樣 如果 假設有五六十年 就是 我想都 怎樣長命發都 兩人一身都未必見到 但是 這樣當然不是很負責任 那始終你 你的兒子 你的女兒 我也有個女兒 我們都要為她的福祉著想 沒有理由這樣 這樣去 就是 不去看 就等於一個癌症 知道有癌症 算了 不看了 不搞了 當什麼都 什麼都沒辦法 對 就是這樣 如果你看到很多數據 真是說 210年 210年 升到三尺 就是 好像 用過去的那個 升幅 來再 再加一點 其實好像 很多十年之後的事 但你自己有沒有想過 我今天是在家裡收拾東西 我看到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 是大概三四年前 我參加一個 有個病人的婚宴 是冬天的 我記得我穿的那件衣服 是有毛的 即是那些 很熱的衣服 我記得那些衣服 我自從那次穿過之後 我從來沒有需要穿過 你記得我們每年去 冬天不是去露營 是 是吧 我們早年那時候 很寒冷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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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 要裝備 我們還穿兩層的衣服 我想四五年前左右 是啊 那不是很久之前 現在我們經常等一等 近這三幾年都 這兩三年我都沒有穿過冷衣服 不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改變是很快的 尤其是今年 就是破了紀錄 十月是最熱的 一百幾年 有紀錄以來最熱 現在都很熱 是啊 十月中 差不多那些賣衣服 就知道 你問那些賣衣服 還沒轉季 那就是慘 那就是 我覺得呢 我們這些所謂的 那個 projection 我覺得是 不是那麽慢的 就是它是 會突然之間 很快速地變 那就是 是很近的事 是 因為你看看著網真相 它那個二氧化灘 最近的那個 增加速度 其實是極之快的 所以 大陸和印度的那個增長太厲害了 所以其實第一步 我覺得 你見到 是有任何的 就是人類 如果最終會有動機要改變 第一件事就是 那個經濟增長 它會停止了它 如果我們還是不停地去鼓吹經濟增長 然後鼓吹生三個 那就是說 我們其實不知道 那個問題在哪裏 是啊 我們的特首 前幾天 不是 政府還說我們增長 一片浩境 那樣 是啊 我就覺得 有些不是味道兒 就是 生出來第四 它都會 很有挑戰性 這個生活 那 就是 阿Doctor 我們這個節目 我經常說 要講出路 那 其實最重要就是 那個二氧化碳那裏 就是引致到那個溫室效應 那 二氧化碳的排放 大多數是 因為我們 使用能源那裏 那裏 利害 那如果我們不用這些能源 有沒有其他有辦法呢 其實 就是我們 我覺得 要人去過一些所謂 原始一點的 簡樊一點的生活 我相信是很難 除非疲逼 我覺得今時今日 就是叫那些 中國人 窮了那麽多年 你叫他不要去享受 這些物質生活 是不可能的事 叫現在印度人 最初嘗試到這種味道 叫他停止是不可能的事 OK 我們要想一個辦法 有沒有一個辦法呢 其實可以比我們的生活質素 一樣可以這麽高 而解決到這個問題呢 其實呢 很有趣 其實這個答案 老總是有的 老總是有的 啊 有的 老總是有的 其實呢 我們在地球上 在這個 十九世紀 二十世紀初期 我們已經有這些科技 是可以令到我們 是產生一些所謂 叫做 免費的能源 免費 那有一位 其實在 很多人都知道 有一位科學家 叫做 Nicola Tesla Nicola Tesla 是可以說 在我們歷史上 他所發明的東西 是全部 是 是 是 超越了所有其他東西的 他不會想到 那樣東西 他已經發明了很多 很多這方面的科技 全部是超越 一般的其他 超過一百個專利的發明 一百個專利發明 超過八個 其實他當時 就已經知道 是怎樣 是由我們地球 地心那裡 是拿他的能源 是募告進 是不用錢的 那當時 那個 Westernhouse 就支持他這個研究 但是知道 這間 發電公司 到最後他想想 哦 即是威士丁 是的 他發現不行 如果我們真的發現 一個這樣的 就是 免費的能源的話 那 發電廠就倒閉了 於是 立即將這個project 停頓了 好了 我想時間關係 我們或者 休息一會兒 我們會介紹 Nicola Tesla 我也很有興趣 怎樣 其實我們已經有這些科技 這麼厲害 我們為什麼這個科技 過去為什麼不發展呢 我們是不是趁這個機會 他的原理是怎樣 不如一會兒 解釋一下 休息之後 我們會再跟大家 多久一點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 網址 3w.natural healing.com.h 我稍後請梁寶華先生 和我們介紹這位科學天才 或者我們沒有機會 介紹梁寶華 梁寶華 他自己以前在英國讀那個 是 我英國的時候讀飛機工程 飛機工程 在倫敦大學 在倫敦大學 在俄羅蘭特 你在這方面 是不是一直都有 很有興趣 其實我很小時候 開始對一些 特別的 例如神秘的現象 或者一些 都很有興趣 對太空等 都很有興趣 是 好了 Nicola Tesla 這個人的事跡是怎樣 他過去做過什麼 發明過什麼 我們香港人可能不知道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可能不知道 他是發明一個 交流電發電機的人 是他發明的 是他發明的 當時他是和愛迪生 同一時期的 他曾經是和愛迪生做事 哦 還和他設計了24個直流發電機的設計 讓愛迪生拿到專利 可以生產賺了很多錢 但是他覺得這個直流發電 技術不行 他自己想了一套是交流發電 但結果和愛迪生就不對 所以後來他離開了 離開了之後 他就得到這個 Restinghouse的老闆 認同他 支持他 最後他在1888年 成功做了這個交流電發電機 拿到專利 結果他這個交流電的效能 比直流電好很多 直流電來說 每隔一公里 要加一個發電站 而且價錢很貴 但是交流電不需要 加一個變壓器 就可以很長途輸送 價錢也便宜 結果慢慢直流電就沒有市場 所以愛迪生就很增加 那其實Restinghouse的起家 就靠他 沒錯 那愛迪生也發了大 因為他初期買直流電也發了大 對 對 其實這個就是 就是 交流電是 在現代四號來說 你如果沒有他 就是沒有辦法上場 我們日常生活 我們所有電器都動不到 其實我們就是靠Nicola Tesla 發明的 對 還有他那時候 因為 有些財團 因為他是一個專利 為什麼他不會發到財 其實他很慘 他被一些財團 就是逼迫他 他到萬年是沒有錢 很窮 直到1943年80多歲 他死的時候 都是一個很孤獨很窮的人 其實他有個專利權 其實是交流電 但是當時 因為他的財團 就要脅他 要他放棄專利權 而且想立了他 來賺錢 後來Tesla 其實他發明這麼多 他是想利益人類社會 他就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他就決定 公開這個專利 永久公開 就不收專利費 就是個個都用 Tesla送給世界 一個很好的禮物 是免費的 但是 因為這樣 他就 他就變了 他一生就很窮 很慘 很慘 其實這個不是他 最重要的發明 最偉大發明 其實就是他40歲之後 他發明了交流電 之後 他就開始研究 一個叫做 無線傳電 就是不用電纜 來輸送一個電力 很難想像 其實他就發明了 叫做Tesla Coil 就是一個線圈 叫做Tesla的線圈 這個當時都引起很大的爭議 因為Tesla Coil 這個原理 根據磁力的共振 這個原理 他就設計了一個發電塔 這個發電塔 可以發出一些很高頻的電磁波 電力 相對於我們日常用的 只是很低頻率 是50至60周波 但是這個 他發覺這個高頻的電 如果你在發電塔射出去之後 30英里之內 如果有適當的接收器 就可以感應到這個電 然後得到電力 而且一個特別的東西 就是 無論你放多少接收器 都不會影響過功率 即是說 如果發電塔輸出是600W 你接收的一樣是600W 就不會一路減 你就算放多少個 在這裏 各個都是收到600W 這個原理 其實類似我們收音機的原理 就好像 你有收音機 那你教對那個頻道 你就收到 香港電台 那個聲音 就收得很清楚 無論街上幾多人開心機 都不會影響到 是 原理差不夠 不會弱了 不會弱了 那這個 當時 他是 得到 J.P.Morgan的資助 是 那麼 他就一路 就是 在那個 叫做 紐約這個 Long Island 是 開始了一個大的計劃 嗯 但是 到那麼上下 他那個 研究室 那些實驗室被人燒了 是一個很離奇的火災 那麼 那這裏 很有趣 就是最近有套戲叫死亡魔法 喔 死亡魔法 死亡魔法 跟這裏 死亡魔法 裡面的角色就是Nikola Tesla 哦 那裡面就說到 就說是 愛迪森派人燒 做的 哦 就是 那戲是這麼說的 那戲是這麼說的 那 他就很慘了 就是損失了 所有的研究心血 設備 資料都損失了 那他就 剩下了一段時間 那 去到1901年 去進行這個 免費能源的研究 嗯 是 那當時就 在浪卡糧做 那 就 但是呢 去到 1903年 那他其實已經做了這麼長 那 忽然間 JP Morgan 就停止了資助 所有的資料都收回 那 這個Tesla 他就唯有 四位 就是找幫手 但是沒有人幫他 而且呢 還被很多人逼他 要還錢 嗯 因為他借了很多錢 借了很多錢 那結果他就 差不多破產 那 這個本來一個 一百年前人類 可以 有機會 享受免費的能源 但是結果 因為那些財團的利益 衝突問題 他就是 被 胎死腹中 這個計劃 哥哥 我想問一下 他這個發明 就是說 那個發射塔本身 自己是 是不是 不需要能源 不需要電池 不需要電池 即 那個塔本身 他要發射 那他本身也要能源 那個能源 那個能源也是用回 譬如 那個Core是另外一件事 不是免費能源 他後來再研究 是另外一個免費能源 那個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有一個人 發明一些東西 是可以令到你免費享受到的話 這件事會不會 對一般人來說 當然是一件好事 但對一個大財團 他要有一個專利的產品 來控制你的話 對他來說 不是一件好事 其實我們經常這樣說 我們醫療那方面 我們有一些很有效的 很簡單的 很安全的 很便宜的醫療方法 我們會不會推揚這個醫療呢 令到一些人不會多病 那些病很便宜的 可以治好 那當然有些人會反對 靠這些賺錢 那些人 不會推揚這個 其實那個道理是一式一樣的 我們地球上其實 已經有很多人 研究了這些難形方法 如果有機會 大家上網上 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你可看到 我在十幾年前 在一個 Explorer Magazine 介紹澳洲 有一位叫 Mr.Brown的一個 engineer 他發明一個火具 他可以把兩個磚 可以黏在它 即是火的力度 可以多溶兩塊磚 但是如果你的手接觸它 你便燒不到你的手 即是這個科技已經存在了 好了 那他最後 他發明了 他可以用水 來行車的 那他可以用水 化解做氫和氧 而從而 他就可以開車的 我在雜誌 看到這樣的報告 很多人 亦都去探訪他 你看過雜誌 也很長的 介紹他 很多人去到他那裡 看了他的示範 覺得很興奮 都答應他 我們出去 找些人籌多些錢 來支持他 發展這方面的科技 但個個都不料了之 拍都沒有人回來 好了 那幾年前 我有位美國的 有位同學 他是一位獸醫 我讀自然醫療 當同學 那他就想 我找這個 Mr.Brown 原來他知道 這位Mr.Brown 就離開了澳洲 去大陸發展 即他可能認為 大陸有機會 將這個科技 發展出來 那這個是十幾年前 但如果大家有機會 上網 你要看到 在紐西蘭 有一個人 六十分鐘 已經訪問了他 在紐西蘭 六十分鐘時事 就訪問他 他是拿水 經過某一個 處理的手法 很簡單 他都是半公開 講到 給那個視影 六十分鐘 都拍到他很多的做法 他將那些水 是倒入一個 Catalyst 一個吹煤劑的器皿 接著就拿回 那些水出來 就倒入油缸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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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根本就可以 拿電單 拿水 做電油 那這個是紐西蘭 那個人 就示範 拿電單車的 那些美國 又同樣的人 手下有一點點不同 他就可以 將那些水 用一種化解 一個電解的方法 但這個電解方法 效率很高 一般的電解方法 你用三倍的電力 來化解出來的能源 你能夠製造出來的氧氣 和氫氣 再燃燒 根本你會損失了三分之的能源 但他不是的 他那個方法 可能有些特別的 那些 那些 所謂合金的接觸 是令到水 很快 就變成氧氣 很有效率 於是 他就把氧氣 用來 駕駛他的車 可以示範駕駛 拿少許水 可能幾公升水 就可以走幾百公里 即是說 很多地球上 已經有這些科技 可以用水 來發電 即是當電油 來駕駛 好了 這些是乾乾淨淨的 因為他發出來的 所謂 變回水 就變回水 當然 在60分鐘磁線 其中一個做法 就是分析 噴出來的死氣 發現一樣有碳 他就捉他 問他為什麼 你用水來的 為什麼發出來有碳 有碳氣的 他解釋 其實 你的摩托需要 要滑油 是不是 就這樣拿水 那些滑油當然 都會有 有碳的 排出物出來 他用這個方法 解釋得很清楚 那很多科學家 其實他就是全世界 在拿磚利 他經常這樣說 你等我拿磚利 我就會放這個科技出來 可能大家都知道 看到Nicott Tesla的經驗 發明了一百多種的 發明物 結果 死了的時候 很厲害 他好像 是 我記得中國看的資料 他好像 是 有一次 是過馬路 給你車車車車的 然後他就過身 可能屈屈不得 頭乖乖 到 是 其實我們已經有這些 所謂 很簡單 很乾淨的能源 那 也都是 已經有人 能夠製造 我叫免费能源 免费能源意思是 你在过程里面 你输出的能源 是多过你输入的能源 我们会把这些网站 丢上我们的Better Hong Kong 大家可以去看 这些全部录影视频 很清晰的 什么地方 访问什么人 你看到 他们的节目 他说 很多这些发明物 全世界很多发明物 通常这些不是所谓的科学家去做的 通常做来做的 我叫做Maverick 那些毒痕者 在自己做研究 很多这些人 没有什么学历 可能只是中学毕业 他自己发明这些东西 于是他们 在节目里面 过了几小时的视频 有些科学家去審核他 说他这些仪器 是很旧的 不太准确 大家可能读个物理都会说 我叫做Law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 即是我们不可能 在物理学路方面 我们不可能制造能源 输出多于输油 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违反物理的定律 所以说乎很多科学家 都不接受这个可能性 虽然他可以不断示范给你看 他是真真正正可以做到这方面的 能量手行定律 但是我觉得盲点在哪里 我们经常说到物理定律 Law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 中文我会不说 叫做 能量手行定律 九行定律 手行 手行定律 总之说是一个不可能的事 但问题是 我们经常都不了解 在物理河里面 是有两个大主流 一个是量子物理 quantum mechanics quantum mechanics quantum mechanics 就是我们今宇宙 是有另外一个层面的现象 是跟我们所谓的古典的 classical mechanics 即牛敦那些 牛敦那些 是classical mechanics 所以他用这个所谓叫做 古典的物理学 是有这样的定律 是你不可能的 免费能源出现 但其实我们说的免费能源 只不过在另外一个 quantum mechanics quantum mechanics 我们是解释到 其实我们可以 tap into 这样的 energy source 拿这个能源 那我们的科技其实在 其实你想想想 为什么我们过去 这些科技出现了 我十多年前 我已经读过 我也认识过一个朋友 是澳洲人 他见过这个Mr.Brown 是驾驶他的车 已经出现了这么久 为什么我们从来 没有人去发挥他 其实当然 上次我们提及 美国每年去阿拉伯国家 是输入二千亿 就是二千亿的油的价值 那电视台 他也访问一个节目 他说 你有没有人被人暗杀你 他说 我不怕得了 我相信天使保护着我 其实美国政府 如果美国政府和他一谈 很多科学团体 科学家和他谈 但是不会公开 不会承认是和他谈的 因为觉得你一做这些东西 在你那个行内的人 行内科学家 会觉得你是瘋 不应该是可能的 最近内容一间公司 做了一个破天荒的举动 是 这间公司叫Steron S-T-E-O-R-E 它本身就是一间电子科技公司 其实是帮政府 或者是对付一些 譬如一些 就是卡那些 就是假卡那些 那类的东西 就是电子保安 电子的类的 电子保安 那最近他 几年前 就发现他其中有一些 电池的小型摩打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他发觉其中的设计 就是打破了 颠覆了这个物理 就是能量手行定律 就是输出的能量 是比输入的 那他再反复去看清楚 那就一路改良 那后来他就都肯定 他们的科技是 是有这个特质的 那都找了很多 譬如那些出名的 譬如大学 那些学者专家 帮他们鑑证一下 是真的假的 那但是 就算有些学者 譬如专家 确认他们的成就 那些学者专家 是不敢公开 或者是 确认他们的科技 那他现在 今年八月 他就在经济学人 登了个广告 那他就挑战那些科学界 我邀请你们来 成立一个独立小组 来测试我这个科技 那结果就很多 很多人认证 有几千人认证 那当中西非 又拼了四百多人出来 那现在就已经去到最后的阶段 就揀了十二个出来 那会在十二月一日 就是网上的neels上 十二月一日就会签了药 跟着就开始做事 那所以现在就我们拾目以待 明年他们的报告会是怎样的 他们承诺是会将报告公开的 而且你上网可以上网站 放下你的电邮地址 他一旦有报告 他可以用E-mail传个报告给你看 现在也有七万人登记了 因为我觉得过去这些 譬如Texas的时代 这些科技很容易被人掌握的 但今时今日我们互联网的科技 其实对人类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我觉得这些科学家 以前可能电台节目做了之后 播一次就没了事了 现在今时今日 他可以放在网站那里 你任你看 我们迟些我会将网的地址 在我们Better Hong Kong就会登出来 你听众自己去看就可以了 自己用你用眼看 这些科技根本是存在了很久 我觉得就是 那个问题就是 我们整个经济活动 其实最主要的单位是什么呢 是能源 最后的单位是能源 如果我们将来有免费能源 给我们每个人去尽情享用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么说 就是又不破坏到地球 不破坏到地球 就是我们整个地球的贫富渔船问题 就解决了 所以就不让你出来 所以就 你想想想一下 如果我们解释 交电费只是现在交的十分之一 那麽算了 你想想一下我们的生活费是即时降低很多 因为物价所谓的即时降低 而且你看这些发明物很有趣的 它那个发明是可以给你自己在家自己做 我教一个方法 你自己在家自己做得 你自己在家自己发电 用免费的方法来发电 那你想想 电单公司会不会喜欢这些发明物呢 有的要毁灭它 有的要毁灭它 但是我觉得 现在今次的互联网 把这个资讯 放给全世界的人看 我觉得很难掩扎 很难再掩扎 那好了 我觉得今次的地球 这个暖化危机 我觉得会触发 将这些科技放出来 就是过去不要紧 你便用石油 大把人大把公司 大财团 share company 都是在赚钱的 但是现在今次今日知道不行了 我觉得其实这个危机 可能是对人类一个很好的转化 是一个很好的转化 是 可以有一个wake up call 是的 可以有一个wake up call 那好了 时间表了 即是说 那多久呢 陆光卫的组织说20年 Stern report 说10年 那样 在叫Meyer calendar 或者Gordon可以说说Meyer calendar 是怎么说的 那个时间表是多少 这个如果上网看 马亚族 马亚族其实在中美洲 是一个科技很发达的 以前的民族 但是几百年前 他的文明曾经很轻盛 当中最出名的就是天文力法 是非常精准的 但是他们忽然间消失了 是迅速消失的 这个大家都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会忽然间消失了 但是有很多人就研究他们的力法 发觉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力法 它有一个循环 大概是二万五千年 就是一个大循环 这个循环 原来很有趣的 去到1987年 就会终止 2012年 一百七年 接着就会有25年的过渡期 去到2012年 当中这个叫过渡期 那他的力法 就去到2012年 就 之后没了 没再说了 那他们 就是力法 他的意思的话 去到2012年 这个地球 就会进化去一个很新的 一个很高度进化的地方 就是成为一个很高度的星球 那 就 时间的观念已经不存在了 那我们现在 那我们是一个过渡期 那我们是一个过渡期 类似 就是 就好像马克辉随之说 他说 我等了22个月 就很明显的了 那跟着呢 就是过几年 就是几二过渡期 那时间又很吻合 跟那个Mire 那期限制 2012年 就不是什么 但如果你用2012年 上网 我们网上有个 Fly Dragon 他说 今天早上两个星期 明珠台 也有节目说过了 那到底全球温室上升到 到底是否一个自然的温度提升呢 或是一个人为造成呢 那 那由于近二千年的气温记录来看呢 明显是最近一百五十年来 因为我们工业革命开始 到现在 2005年为止 我们的温度的大幅上升 是很明显 不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是一个人为的现象来的 那跟着大家看到 早上有TVB新闻 就用一个 脆味的形式 介绍 那些飞 那些人 坐飞机 在那些飘浮的冰山里面 上面去拍照 很好玩 那这样 那我们这些 环保人士 看到真的眼火爆 那其实呢 Fly Dragon 不用了 我们很快就会 地球人呢 很快就领略到 我们环保人士所说 一向所说的东西 很快就容易眼布 很快就水浸眼眉的了 好了 我们的时间都好像都 可能说不到他有三分钟 不过 Gordon 我也想问一下 是不是 有一种叫自由能源 那可不可以简单说一下 又是什么一回事 是不是刚才说的那些是属于自由能源 之后 有一个 term叫做 Zero Point Energy 是 有一个叫做零点能 或者是真空能量 其实我也上一上去 网络看看 发觉NASA 美国的太空总署 它居然有一个很简短的介绍 关于Zero Point OK 实际上它解释 这个真空能量 它就在某种情况 会仍然在 假设你在空间里面 把所有的能量 包括热能 所有的物质 全部拿走 是 即是 哪个真正的真空 连光都没有 即是空间里面 他说 这个空间里面 仍然会有一个最 minimum 即是最小的能量存在 他说 他说 这个其实是无可置疑 那这个就叫做Zero Point Energy 就是说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温度 绝对温度是凌下273度 273度 应该是没有能量 但其实不是的 仍然有另外的能量 那我们就在现代的 所谓量子物质学里面 我们就形容这个境界 叫做Zero Point Energy 其实很多时候 即是说 我们是在那里落落能量 所谓免费能源的意思 只要说 你放入的能源和输出比较 输出比较多 那你就免费能源出现 但也有人提及过 他说 始终我们觉得 人类 如果你给予很多很厉害的科技 如果他用得不行 是很危险的 那他的比喻就是 如果我们过去 我们只是有弓箭 有斧头 那大家打仗 刷杀伤力很少 但当我们有那个核能 那我们打仗 刷杀伤力已经很危险 但如果有一天 我们有一个 没有那么尽的能源 即是说 你可以做一个炸弹 这个炸弹是自己 做越大越做大的时候 那就是说 我们自己毁灭自己的能力 是更加大了 那就是说 最终最终 就是说到最终 就是我们的人的心态 我们的那叫solidality 能不能够吻合我们的科技 如果我们的solidality 我们的中文是怎么说的 再来这个字 我们的 那个灵性的层面 是跟我们的科技不吻合 每个人的人权 可以这么说 你天生应该享受那个权利 是 那就是说 如果我们灵性的发展 是跟我们的科技发展不吻合 我们的科技就会毁灭我们的 那他说 原来在星球里面 有很多星球的文化 都是自己毁灭自己的 那由这个 这样的温室的问题 我们其实可以进而去讨论到 即是我们高科技 再下次 我们跟大家讨论 就是有没有外星人 外星人的科技是怎样 我们的地球的真正历史 人到哪里 我们慢慢地会 患难 是 我们就会和大家在这里探讨 好了 因为其实最终最终的答案 都是在那边可以找到一些启示 好了 时间关系 我们下一次再和大家聊聊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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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